這一節我想跟大家說一下惡搞的一件事 很明顯,惡搞的一件事是一種言論的強制 為甚麼呢? 因為我們現在不是在搞A貨 我們現在不是,咦?LV手袋? 正喔,讓我步牌出一個LV 咦?努力士,厲害喔 我們出一些假努力士,好像勞商業成那些 我們不是在搞這些事 網上惡搞,很多時候是針對於政府的不滿 對於極權政權的不滿 或者對於宰濟文化的一些反動 譬如我記得耳熟能詳的 政府出一首歌叫《香港始終有你》的時候 我們就有網友弄一首叫《腹街始終有你》 這就是惡搞來諷刺那個專制政權的 那種洗腦式的愛國式的鉗制 我們要透過惡搞去表達我們的不滿 透過這些惡搞去表達我們那種顛覆 如果當政權要限制這些惡搞的時候 很明顯就是對於那種 串它,顛覆它,否定它,小爆它 那種態度的不滿 所以我在這裡呼籲大家 那個惡搞,網上惡搞 就叫做侵權,就要附上刑事站的話 這個是絕對不能的 我覺得這也是二十三條的一個 變一變的模式去擺上台 所以我覺得這個網上惡搞 是絕對不能夠被它通過的 所以各位網友要好像 反對之前那個逮捕機制也好 反對之前那個 即逢華大法官說那個網上電台、電視台 都要說那個候選人的名字 要說其他什麼公平啊 那個原則 好像那個反對它的聲音一樣 一樣反對這個網上惡搞的鉗制 我是快別 這個是我的呼籲 網上惡搞是侵權行為? 它不想我們做網台的 將林瑞麟變成林閹人 林公公 還是不想我們報黃床山下 說衰身移民 之後拉上我們坐牢嗎?